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房产税第二个知识点 是税率积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因为房产税的计算 在我们每年准备当中是必考必准备 有可能你这套卷子里面是没有计算 但是从初题的知识点来讲 是一定会涉及到它的计算 不过提醒有时可能是单项选择的小计算 也有可能是搁在我们的综合题里面的 其实它也是简单计算 因为房产税本身的计算就不复杂 那在这个知识点里面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是年年必考的 所以税率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我们分别先来说一下 那就是第一个房产税的税率 它是从价计成 那么对应的肯定就是比例税率 什么税率呢 这我们给大家了一个提示 这是你一定要计的 因为房产税的比例税率就这么 基本两档 一档呢 那就是在从价计征的基础上 它的税率是1.2% 那什么情况从价计征呢 那就是房产税里面所对应的 征税对象的一个房产 它是自己经营使用 这样呢 我们一会会提到 它是从价按余值 然后乘1.2% 那要是从租计征呢 你没有自己进行使用 而是出租出借了 有租金了 那这个时候呢 是12%啊 所以这两个税率啊 它就是看着挺容易混的 其实咱们也好区分 那你想想房产的计税余值 那个价值多大呀 所以它对应的税率是低的 那个是1.2% 而从租计征那个租金啊 跟房产的那个余值比起来 那就小得多了 那它的税率呢 就是那高的 是12%的啊 当然对个人出租来讲呢 它确确实实是有房产税的 这种使用优惠的税率 现在是4%啊 包括个人出租的啊 这种住房 无论啊 咱们住房出租之后 那个承租方是住啊 还是承租方用于办公啊 那它都是咱们出租的房子 性质本身是住房 另外就是企事业单位啊 以及社会团体 其他组织像个人 好 以及呢 像专业化 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 来出租住房 这实际上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 这都是跟什么呀 都是跟个人有关的啊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就考试 主要是考你盛海经营单位的 所以记住1.2%和12% 这两档税率 以及它们对应的计税依据 好 说到计税依据了 那就是1.2%对应的啊 那个计税依据是从价啊 这是什么价啊 我们一会儿会提到 12%对应的计税依据呢 是从租那个租金啊 那我们说在这个从价从租当中 它比较复杂的应该是从价的价啊 那这样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价指的是什么啊 按说房产税是财产税 所以它这个价应该指的是财产本身的价值啊 那这个房产的价值是吧 怎么来确定啊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是应该按照这个市场的价格是吧 那这样呢 市场的价格才是它真正的财产的价值呢 但是作为计税依据 这个呢 不太可取 起码在我们国家啊 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们房产税从价即征的这个价 那它就没有采用咱们现在的这种市场价值 是吧 那当然也不能够采用这个房产 一开始入账的那个原值 因为它在使用过程当中是有价值的磨损的 它要提折旧 那你说提折旧那不是有净值吗 是吧 那这样呢 用原值减累计折旧 以净值作为计税依据呢 这个也不合适 因为净值它是每年伴随着你提折旧 净值都会每年变化的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计税依据 它是不准确不好管理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选择的房产税的计税的依据 叫做什么呀 叫余值啊 叫计税的余值 这里既考虑到了啊 这个房产价值的磨损 也考虑到了啊 咱们征收管理的便利 所以它的计税依据 那就是把房产的原值一次的减除10%到30% 所以以这个房产啊 它本身的原值是吧 然后乘以一减啊 这个余值的扣除比例是吧 比如说余值是30%的扣除比例 那就是原值乘以70% 相当于咱们房产税的叫做计税余值啊 当然这个具体的比例呢 是各省以及人民政府来确定 咱们考试当中题目中会告诉你的啊 好那在这想提一下 关键的那就是房产的那个原值 后来如何确定 你说这不是你会计上的那个啊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原值吗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刚才我做过解释 那就是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啊 附属设施啊 或者是设备啊 是吧 他们有可能是单独计算的啊 那这样的啊 它没有在咱们房产的价值当中 是吧 那也要割在房产税的计税原值当中啊 所以这样的啊 是和会计上有一定差异的 咱们要格外加以注意 另外呢 还有涉及到的就是 以房屋作为载体 不可移动的这些设施设备啊 不管是咱们现在什么 供水的啊 供电的啊 供暖的啊 供气的啊 这种通风设备啊 以及一些智能化的楼宇设备 它都是跟这个房子啊 是紧密相结合的 是吧 以这个房子作为载体的 所以有一些是属于后来安装的 那你在会计上可能就搁在了啊 这个不属于房屋建筑 而是属于这个设施设备里面 它一定要叫做都计入房产的啊 计税原值啊 计税原值啊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建的写字楼啊 它在交付使用的时候啊 这些啊 像什么中央空调啊啊 这种消防啊 通风啊 采暖啊 这个电等等这些设备都已经搁在里面 它是一个整体交付的啊 但是原来的这些啊 有一些老的房子建筑物 它是后来安装的 它也要记入房产税的计税原值里面 同时我们这还要提一下的 那就是对你原来的房产 要是进行了一些改阔建修缮 因为房产它使用的时间非常的长了啊 所以中间可能会有进行叫做改阔建修建 是吧 那我们这种情况下 房产的计税原值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了 所以改阔建当中新增加的价值要加进去了 改阔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拆除 那是要把它给扣出来的 好 那我们要提到了关于房产税的计税房产 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那个房子所占的地 它这个地价是不是要在房产税的计税原值当中呢 那我们前面啊 讲土地使用税的时候啊 提到过是吧 这个地 它从最终的这个所有权来讲是归国家的 但是在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呢 它是归这些使用单位的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房和地的价格 那在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的销售价格当中 它是都包含在里面的 是吧 既有房的价格也有地的价格 所以你要是新买来的这种卸字楼 它肯定是连着地价一起啊 这个卖给你的 所以你这个房产的原值是含着地价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不是新买来的这个整体的城市写字楼啊 那可能是我买了一块地 然后在这块地上呢 我自己盖的厂房啊 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明确 那就是无论你在会议上怎么核算 房产原值均应该包含地价啊 所以这块看清楚啊 均应该包含地价在里面 而这个地价呢 包括买地的价款 也包括呢 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都在里面 所以相当于开发商卖给我们这个写字楼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地的地价款和开发成本啊 地的开发成本都搁在卖房子的价格里面啊 所以我们单独买的地的 那把地价款和土地的开发成本也要记入房产税的计税原值 好 那我们在这呢 就会有个比较具体的要求 那说的是 如果棕地容积率低于0.5 那这个地的价值 要搁在房产税的那个啊 房产原值里面怎么放呢 那低于0.5的 那你要放入这个房产税原值当中地的价格呢 就得翻倍了啊 因为你对土地的利用率过低了 容积率啊 连0.5都不到 那你说什么是容积率啊 好 这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扩展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容积率就是房屋的总建筑面积除以棕地啊 这块地啊 这个棕地的面积 比如说这个棕地的面积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是1万平米的啊棕地啊 那它上面所盖的这个房子有可能呢 是高层是吧 呃高层楼房 所以呢 它的这个整个房屋的建筑面积啊 那它就有可能比你这块地的面积呢 还要高处很多啊 假如说它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米啊 高层楼嘛啊 所以建筑面积除以棕地面积 那它就是啊 大于了远远的大于了人家屋 那么反过来讲呢 如果我们是买了一块地啊 在上面呢啊 没有盖高层 我就盖了一个这个厂房 或者说我就盖了一个啊 什么会所盖了一个啊 这种啊设计的实验室等等 那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啊 我们就会涉及到的 就是咱们1万啊 1万平米的地 哎 上面呢 只盖了4000平米的 是吧 这么一个房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的棕地容积率 那就是不到0.5了 那这样的 我们这个房子 它所占的这块地啊 它的价格就得乘以2啊 那这个价格就不能够是直接是买地的 那个对应房子的那个买地的价格了啊 它要乘以2 好 这个规则呢 可以说很细啊 当然在我们考试当中啊 并没有那么细的去考核你这个乘以2 但是出过这样的选择计算题 好 说的是某单位它投资了1500万 取得了5万平米的土地使用权 这样呢 告诉你这块地是多少钱了 是吧 现在它又交大了60万的汽税 那它建造了是4万平米的厂房 看好了 4万平米的厂房是面积 5万平米呢 是这个棕地的面积啊 这样呢 建筑面积除以棕地面积应该是0.8 是吧 0.8那就是大于0.5的棕地容积率了 所以它不用去考虑呢 去什么乘以2 它不需要考虑乘以2 现在问的那就是 如果在上面建造的厂房本身呢 还有厂房的成本费用啊 是2000万是吧 那它这个厂房 交房产税的叫做 计税原值是多少 注意它没有说计税余值是多少 计税原值是多少 那当然你就要把买地的是吧 以及呢 盖房子的 以及买地交汽税的 那都要算在一起啊 因此最后的结果就应该是 3560选择的C选项 好的 那关于房产税 它的计税依据啊 从价计征的这个价 还有一些叫做特殊情况 特殊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它的特殊情况 第一种那就是把这个房子呢 作为实物投资 是吧 投资可以有货币投资 是吧 也可以有实物投资 可以有债转股等等 那这样我们拿房子去进行投资 是不是这个房子投完了之后就变成了对方被投资单位的房产了 而我们投资方呢拿回来的是长期股权投资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正常理解的这个投资 那正常理解的那就是投资它要供担风险 这个房子要过户变成被投资单位的房产 所以被投资单位它交房产税的时候就应该按照余值从价计征了 那是人家的事了 而这个双方的投资协议里说好了啊 咱们作为投资方是吧 拿的是固定收入 而不是供担风险的一种投资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子是出租给对方了 是吧 每年固定的20万的投资收益 那就20万的固定租金嘛 所以这个是假借联营投资啊 实质上就是一个出租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固定收入啊 就是这个租金作为计税依据 它要从租计征了啊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这个投资方式 真投资是咱们上的这种啊 而这个以投资为名的 那这种出租就得是从租计征了 好 那这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在我们考试当中也是经常有命题的 是吧 那关于这个啊 从价还是从租计征 你看这里就提到了 说某单位以自己的房产进行联营投资啊 关键它是叫做供单风险 供单风险 刚才我解释这个意思了 这个业务就是这房子已经是对方的了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对方就应该什么呀 从价计征啊 这个价是指房产的余值 这个价绝对不能是原值和限值啊 好 那正确答案是必选项 这也是很容易的啊 当然有时这个地方可能还会结合着叫小计算 比如说告诉我们这个公司啊 啊在二月份是吧 呃 好算的整年它是中间开始了 它是五月一号开始了 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一直归我们这个单位来使用 那前面四个月我们也在用 只不过它没有联营投资呢 所以前面四个月呢 它应该是啊 叫一至四月的叫从价计征对吧 哎 它从价的价是什么价呀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余值啊 那从五月一号开始啊 就是五月到十二月份 哎 它就是叫从租计征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把它投出去了 而且呢是不担风险的投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告诉我们当年取得的固定收入是一百六十万啊 一百六十万注意 这个一百六十万呢 它是叫做当年 当年啊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提这个关键的注意事项呢 那就是房产税 它是按年来算 一年总共是十二个月 是吧 这是全年的啊 因此它要是算房产税的时候 这个一年里面的房产因为用途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的税额计算就要分段算 用途变化了 它计税的方法就有调整 要分段算才可以啊 好 那我们前四个月采用从价计征什么价呢 那就是原值乘以一减百分之三十 这叫计税余值 好余值税率是不会告诉你的啊 因为我们前面强调了税率得自己计啊 这样从价计征是百分之一点二 那你算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叫年税额啊 可是不是全年都这样的 全年它只有前四个月是这样的 从价计征的 所以把年税额除十二乘以四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从价计征的是吧 它只有是前四个月 那么后面的那八个月呢 那它从租计征了赚 租金就行了 而这租金呢 它恰恰就是一个后面八个月的啊 叫当年租金啊 所以呢 我们直接拿当年的租金 这八个月的乘以百分之十二 那假如说这个地方稍微变一下啊 它告诉我们不是当年租金 它是每年租金一百六十万 那你就不能这样了啊 因为每年的租金是吧 我们要乘以百分之十二的话 这是年租金要交的年房产税 但是今年它不是全年啊 所以要是属于叫每年租金这么多啊 那你今年就得除十二乘八啊 对这个在表述上啊 咱们题目里会给你的非常清楚 但是关键就是你在考场上自己要看清楚 有的时候啊 我们一字之差没看清楚 按自己的想象了 最后呢就造成咱们结果可能找不着 也可能找着了 结果是错误的啊 这个答案 好那仔细审题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提到 关于从价计争当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刚才说的是投资这种特殊情况 我们现在说一说是融资租赁业务 这个业务在咱们会计上是吧 是一个经常提到的啊 咱们专门的租赁准则 而在我们的税法里也经常提到 像增值税里咱们说了融资租赁是什么行业啊 是现代服务业里面的租赁业 是吧 那我们在企业所得税里面也提融资租赁 现在咱们在房产税里也提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的房产那对于租赁方来讲呢 按照实质重于行事的原则 它已经是我们租赁方账上的固定资产了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纳税人 那就应该是租赁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 叫成租人 这不是出租人了 那为什么呀 因为在你这个融资租赁的业务里面 租赁期当中的这个时间 租赁期比较长 而在租赁期间 这个财产的法律上的产权人 应该是出租人 但是实质上它的使用人 那它是成租人 所以呢 在这个很长的租赁期里面 那房产税的纳税人 就是这个成租人 那它不是一般的经营租赁 一般经营租赁的这个房产税的纳税人 肯定是出租房 融资租赁它最后的结果是要有产权变化的 所以是成租人做纳税人 那继税依据呢 那就是成租人按照从价及证 那余制继税 余制的算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而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 就是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的四月 那假如说合同没约定呢 没约定那就更加提前 那就是签合同的四月 总而言之反正它也是四月 这样子在融资租赁业务里面 也是我们选择题选项中经常能看得见的 注意它是成租人为纳税人从价及证 好 那在计税依据 这种从价从租的这个特殊情况里面 我们还提到了叫做居民住宅区内 业主共有的经营性房产 那这样的这个业主共有的 可以说在我们这种开发商开发的小区里面 也是经常能见到的 不过你要看清楚一开始 咱们这个受房合同里面 对这个业主共有的经营性房产 它是怎么定位的 那有的像底商啊 有的像会所呀 它到底是业主共有的 它还是归开发商的 那这不是我们税法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属于业主共有的 不是属于开发商的啊 这部分的房产呢 它不可能由业主自己去啊 这种经营嘛 是吧 因为它是居民住宅区里面的 不可能由居民自己去经营 那谁是纳税人呢 那就应该是代管人或者使用人 作为纳税人啊 那怎么交房产税呢 那就看这个房产它是怎么个用法 如果是自营的 那当然是从价计征 是吧 按余值从价计征房产税啊 那假如说 那个要算余值肯定要原值嘛 原值乘以一减百分之多少的那种 余值扣除比例 那原值在哪呢啊 那我们说这个原值要是没有的话 应该由税务机关参照 叫同类房产来核定啊 核定这个原值 好 那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对外出租的啊 因此要出租的简单了 就是按照租金作为寄税依据 但是注意纳税人不是小区里的业主 而是代管人使用人 好 在房产税的这个寄税依据啊 从价计征当中呢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那就是这个房屋建筑物啊 它是位于地下啊 那这样的地下的 我们前面讲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时候 也提到过 是吧 这个地下的这个用地 它一定是叫做单独的地下建筑物 在城镇土地使用税里面 它是可以减半来征收的 那么对房产税呢 咱们一样也要区分清楚 是跟上面连着的还是单的 如果说它是跟上面连在一起的啊 从一开始咱们建造 咱们打地基的时候 那就是从底下的 是吧 这个地下几层开始了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你无论是地下的什么停车场啊 地下的这个商场啊 它是跟上面啊 一个地基一起起来的 那就是与地上建筑物是连在一起的 它视为一个整体的 这种情况下对地下部分不再单独考虑 它肯定是一个整体的 是一定啊 是正常交房产税的啊 所以这是啊 和地上相连的啊 跟我们土地使用税似的 这个建筑跟地上相连的 这个地是不需要再单算土地使用税的 那如果这个地是单独地下的 它是要交土地使用税 它可以减半 那么如果是房产单独地下的呢 好 那我们这提到了 对于这个 呃 不同用途的 独立的地下建筑物 那我们关键强调的是独立的 对吧 它地上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的地下建筑物是可以打折的 不是减半 是打折啊 而这个打折呢 根据不同的用途 用途不一样 它还要有区分 如果地下的是工业用途的啊 比如说地下的这种厂房 呃 地下的这种呃 仓储是吧 储存原材料的厂房啊 那这样的 它是按照房屋原值 50%到60% 等于把房产的原值先打折 成了计税原值 然后我们再算计税的余值啊 那假如说是商业用途的啊 或者是其他的 是吧 那你独立的啊 这种商业地下街啊 那它就是按照房屋原值的70%到80%来打折 打的折呢 会少一些 但是都打折了 但是都不能啊 叫税额减半征收啊 好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地下建筑物要是出租了呢 出租肯定是按租金 不能说它是在地下的建筑物 所以就不交房产税 那是不可以的啊 好 那这样我们针对这种地下建筑物啊 房产税的计算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是某企业啊 它将其与办公楼相连的地下停车场 这是一个属于地下建筑物的了啊 和另外一处独立的地下建筑物 把这两个地方呢进行了改造 改为地下的生产车间 那所以它是生产性的 那我们今后交房产税的时候 这个地下建筑物本身它可以在原值上 那达50%到60%啊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对应的来看一看 这个地下停车场 它是原来跟上面连在一起的 它的原值是多少啊 它是100万 而这个地下的建筑物是原来的叫独立的啊 这个独立的 它的原值多少是200万啊 那不过这个改造过程呢 它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告诉你呢 它是在三月份 三月份办理了竣工手续 四月份的投入使用啊 所以它的房产税就应该是从四月份算起啊 四月份算起的话 那就是四到十二月份啊 今年应该是有九个月的房产税 而不是十二个月的房产税 前三个月它还没有建成呢啊 好那这样告诉我们了 有关扣除比例当中的啊 那种打折啊 那咱们的这个地下建筑物是生产性的 所以是50%打折 而这个房产算余值的时候 它的扣除比例是30%啊 因此在计算当中就不难了 那咱们跟地上相连的那个停车厂 进行了地下生产车间改造 这不打折 停车厂的原值啊 做计税原值 而这个独立的地下建筑物是吧 改成停车 改成这个地下生产车间了 这个独立的它是要原值乘50%的啊 这样我们就有了计税的原值 计税原值乘以一减30% 就出来了叫计税的余值啊 乘1.2% 这就是咱们的年税额 然后除以12乘以9啊 所以这个计算呢 就算稍微的有点复杂啊 但是它没有出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房产税计税的要求 好的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叫从价计征啊 那个价是吧 叫计税余值啊 有点麻烦以外 从租计征的这个租金呢 相对来讲要简单啊 不过我们在这要强调一下 这个租金啊 它同时要交增值税 而这个租金呢 一定是不含增值税的啊 一定是不含增值税 要含增值税呢 我们把增值税要剔除的 那么增值税有可能是按照 简易办法来交 是吧 盈改增值钱的 那就5%啊 这样的租金除以加5% 那如果说是盈改增值后的 那我们是按照税率来交 租赁税率是9% 所以租金就要除以加9%啊 所以这样的租金的要求 反正是跟增值税的要求一致的啊 我在这呢 想说一些啊 在从租计征里的特殊情况 比如说啊 这个租金啊 咱们没收啊 为什么没收啊 因为我们把房子租出税的同时啊 我们也购买了对方的服务啊 不过这个按说应该是收租金 是吧 我们付对方的服务费 这样咱们互相抵了啊 谁都不要了啊 那就说以劳务或者其他的这个形式作为报酬啊 那你说这个没有租金是不是就不需要交税了啊 当然不行啊 那这个时候你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的 所以增值税我们叫适同销售 而在房产税这呢 啊 那就是由当地的啊 同类房产的租金水平 你这个地段要是出租 它的租金水平是多少 确定啊 这个仍然是叫做从租计征 是吧 仍然是从租计征的 不是说没有租金啊 租金它互相抵了 就不交房产税了 好 那第二个在从租计征当中需要解释的就是 对出租的房产约定有叫做免收租金期限的啊 比如说三个月内先免租金了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三个月内是不是就不算租金了 房产税就不交了呢 不是啊 那我们说这三个月你可以免收租金啊 但是呢 房产税照样又交谁交 产权人啊 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咱们的出租人呗啊 按什么交你没有租金嘛 所以呢 按照叫做房产原值来交啊 其实它在政策原文里写的确实是原值啊 不过呢 真正交的时候计税依据呢 我们肯定还是叫做啊 余值计税的啊 好的 好 那在从租计征当中啊 我们要提出的第三种特殊情况 那就是出租的是地下建筑是吧 那这样的租金是没有打折的啊 如果说是从价计征是吧 对地下建筑而且还是单独的地下建筑 它的计税原值是可以打折的啊 对于出租的地下建筑不管它是独立的还是非独立的都是按租金正常交房产税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个啊 从价还是从租计征啊 这个计税依据的确定上 给大家来举例说明这块是考试当中的高频考点 所以我们刚才提醒过大家 这是年年必须准备的啊 这个你这套卷子里面有呢 别人也会有 它是高频考点 好 问的就是我们这个经营性的房产当中 哪些是从租计征的 你看好了 问的就是从租计征啊 所以呢 你就要想我们刚才所说的啊 哪些是从租计征 首先是又处于这个免收租金的时间 是吧 免收租金 那你不能从租计征啊 应该从价啊 由这个产权认交 好 B选项是居民住宅区里面啊 业主共有的自营的 要出租的是从租计征 自营的是从价计征啊 好 我们的C选项是参与投资啊 然后利润分配 关键是供担风险的 这房子都已经过户到对方了 所以对方从价计征啊 那我们只有最后一个 那就是它是不担风险收取固定收入的 是从租计征啊 所以单选题这样的问题难度没多大 但是呢 需要大家在考场上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 好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列举一个 就是问你哪些是从价计征的情形啊 A选项那就是无租使用其他房产 没有租金啊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不按租金是从价计征 B选项劳务为报酬来抵付房租的 这不能从价计征 是按照当地的啊 这个同类房屋的租金水平啊 所以这应该是从租计征的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个人生活居住的房屋呢 你个人生活居住的本身它是免房产税 所以它也不需要啊 咱们从价计征 最后具有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物 它是自用 是吧 这种是肯定要交房产税 只不过呢 它是单独啊 的这个地下建筑物 它是可以原值那打折的 那不是单独的 原值不打折 但无论如何 它是从价计征的啊 好 这样我们的正确答案就选择出来了 A和D 好 那关于这个计税依据的问题 有时它从价和从租呢 还混在一起 不是问你某一种 但是考点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问你啊 关于计税依据的说法 A 融资租赁的房屋 以房产的余值作为计税依据 那就意味着是从价计征 没错 融资租赁从价计征 B选项 对原有的房屋进行改扩建 要增加房屋的原值 对啊 改扩建以后 那你原值会发生变化 C选项 房屋出点的 由成点人 按照重置成本 我们说这个由成点人交 是没错了 但是按照重置成本计算房产税 我们房产税的计税基 依据里面就没有这个 要么是从价 要么是从租 所以这个不对的 最后经营租赁的房屋 按照评估价格计算房产税 那更不对了 没那么复杂 经营租赁的 它就是从租按租金交房产税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AB选项 好的 有了房产税 本节知识典里所提到的 第一个问题税率 第二个问题计税依据 它们的结合 那就是房产税的税额计算 所以我在这就给了大家这么一个表 把从价和从租计征房产税的计算 公式都列出来了 注意在从价计征中 如果涉及到的是单独的 地下的独立的建筑 那商业的或者工业的 它在计税的原值上会有一点变化 原值的变化 那就是你这个单独工业的原值 乘以50%到60% 其他没变化 商业的呢 就原值乘以70%到80% 所以原值先打折 然后有计税的余值计算 然后乘以税率 所以税率我们再次强调 这个是从价的是吧 这是从租的 是一定要记的 从租的就按租金 但无论你怎么算 我们算的一定都是什么呀 是年税额 所以当你这个房产税 它所对应的房产 那么在一年当中 它的用途有所改变的时候 那有可能你就是要叫分段来进行计算 所以分段计算在房产税中 也是一个敞考的 需要大家掌握 需要大家知道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来列举这么一个题目 说的是某企业 它在2022年 以5000万元购得了一处旧的厂房 然后进行了改扩建 那你肯定对这个5000万的旧厂房的价值 就要进行调整了 是吧 那告诉我们 它是先支出了100万 在厂区盖了一个水塔 那么这个它本身就不是房产税的 叫做征税对象的房产 所以这个不用考虑 花的100万 另外又支出了500万进行了房屋的改造 这500万的是加到你这个房产原值里面的 还拆除了200万的通风系统 所以这个要从这个5000万里减去的 以及呢再支付了500万 安装新型的通风系统 所以这个也要对原值是重新调整 加进去的 那么告诉我们呢 在年底它完成了这个整个的改扩建 并且呢投入使用 所以问的是4亿年 那它需要房产税的时候 从下个月算起 年底完成了 那么从下个月 也就是说明年的1月份算起 问你下一年全年的房产税 所以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 对房产计税的那个原值怎么来确定 那有加有减 刚才已经都介绍完了 然后乘以1减30% 哎这是余值扣除比例告诉你了啊 然后再乘以税率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税率是一概 不会告诉我们的税率 从价1.2% 从组12% 必须是要熟记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房产税的第三个知识点 是税收优惠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考点 那在我们考试中的选择 就是文字型的这种选择题特别的多 那在有关优惠政策当中 咱们教材上提到了16项 比这个城镇土地使用税呢 稍微的少一点 但是呢 这个16项都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 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咱们有的地方可以比照着城镇土地使用税来一起考虑 你比如说我们前三项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对应的是一样的 那边呢 说的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 免土地使用税 这块呢 是自用的房产 所以这个是一致的 那还有就是事业单位 那他呢 在你的业务范围之内也是自用的房产 是吧 你用于学校教学的 住宿的 医院办公 医院这个医疗的 是吧 急诊的 住院部的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业务范围内的自用房产 而宗教寺庙公园古记 他们也是自用的房产 可以免征房产税 那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都强调是自用 他的自用都具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非盈利 那假如说上述这些单位 他的房产不是自用了 而是用于了出租了 用于了自身业务之外的 这种经营性活动使用了 是吧 所以营业用房 他是要交房产税的 所以这样的和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 所要求的也是一样 自用的土地可以免 那不是自用的 咱们当时说过 那就是你在公园里面的索道公司占地 他就是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我们公园里面的商店占地 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子要交房产税 好 那来看的第四个优惠政策提到的是 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的房产 那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 个人自住的居住的房产 它是免征房产税的 如果呢 它是属于这个叫做营业用的 当然是要交房产税的 当然这个营业用的 那有可能是对外出租的 这是属于个人营业用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 当然也有可能呢 营业用的 那我就是自己是吧 开的这个小买卖 比如说小商店 这样的也没租给别人 但是是自己用 那么不是营业用了 那也有可能呢 那就是自己开的个人独资企业 把这个注册地 是吧 注册在自己家里面 所以这样的都是应该交房产税的 那都是叫营业用房 好的 那我们关于房产税的优惠 第五个提到了 非营利医疗机构 疾控这个机构和富有保健机构 这都属于咱们事业单位 它的自用房产 还有呢 那就是涉及到公租房 是吧 连租房 单位借给职工的这种 自有住房 收职工很少的租金 以及呢 这种经营公租房的租金收入等等 所以这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给职工个人 是租给个人的 但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市场的租赁 它是有政策性的这种优惠的 公租房 连租房等等 它是免房产税的租金 还有那就是企业办的学校医院 幼儿园托儿所 跟我们事业单位的这种性质 是有相同之处的 都是非营利的 所以这个自用的房产 也是免房产税的 另外我们还提到了 这样的房子 那就是经过鉴定啊 它是叫回损不堪居住 是吧 得危房了 那这种危房一定是在停止使用以后 才能够免征房产税 如果它继续使用 还是要交房产税的 那假如说这个房子呢 危房了 那我就要停止使用 是吧 或者说呢 我要进行这个大修 那这种大修不是一停 它就可以免房产税了 它一定是叫做大修 导致了连续停用半年以上 连续停用六个月以上 这种情况在大修期间是可以免房产税的 如果我们大修就两个月 这个是不能够把这两个月的房产税免了的 好 我们还提到了这种比较特殊的 就是在工地上 它可能有一些临时性的设施 什么材料棚啊 工棚啊 办公室啊 食堂啊 这个是在施工期间可以免房产税的 施工结束了 那有可能这个临时建筑 它就移交给了建设单位 变成建设单位今后使用的永久建筑物了 那这种情况下建设单位要从接收的次月起 要交房产税的啊 好 在优惠政策中我们的第十二项提到了 纳税单位免税单位共用的房屋啊 它是各自使用部分来交啊 如果免税单位的那就免是吧 纳税单位的那就是纳 这跟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是要求一样的 共有的土地 那就说各自按各自的啊 免税单位的可以免 好 另外我们提到了就是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了啊 本来你是事业单位它是免税的 现在你改制为企业了 应该交房产税了吧 但是啊有这么一个过渡那就是自这个转制注册之起五年内 五年内是可以免的啊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过开发商 你开发的这个房子在卖之前是不用交房产税的啊 但是你卖之前它出租出借啊 或者说自己用了 那也就是说经营性使用了 它是要交房产税 那么有个同学说 你这都说的是出售之前是吧 出售之前怎么办 出售之后呢 出售之后它已经变成了啊 产权人的房产了 那由产权人啊来考虑是否交房产税 跟开发商都没有关系啊 好那我们的第16项和咱们的第17项 它都涉及到的是两个阶段性的这个减免税优惠 所以大家的做个了解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社区啊 养老脱幼家政是吧 这样的啊机构所自用的房屋啊 或者说呢是乘租啊租别人的是吧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用途决定了啊 这样的房产 它是免征房产税的 以及纳税人啊 和它的全子子公司从事的像大型民用飞机的发动机啊 以及啊它的研制啊 科研啊 生产办公用房 这都是免税的 好 在房产税的税收优惠免税中呢 那我们有考点的啊 一般还是有普遍性的 好 这样的给大家举个例子 问的是下列哪些免房产税呢 啊 A选项 那就是居民个人出租的这可不免 这从租计证 B选项公园管理部门自用的 你看 这是非盈利的啊 这样的是免房产税的 好 以及 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出租的连租房啊 这个是政策性的啊 不是一般的市场的金融租赁啊 它是免的 最后 开发商 未受先租 那你 虽然没卖的 但是你已经把它经营性使用了 所以要交房产税啊 所以免税的就是BC选项 好 那关于优惠是房产税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可以呢 比照着前面一张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看看他们两个有一些共同的这种优惠之处 好 关于房产税最后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征收管理啊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简单一点的一般考点 主要涉及到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啊 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我们是有过考点的 那就是要分清楚房产税本身是按年算啊 一年交一次是吧 一年计一次 哎 这跟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吧 一年是一次啊 那不过这一年 它中间要发生了变化呢 原来没这个房子中间有了呢 那这时候它也会要考虑到的 就是从当月算还是从知次月算啊 因此这点的要求跟城镇土地税啊 是相似的 区分清楚啊 知月知次月 不过在城镇土地使用税里 咱们主要说的是知次月 而在房产税里面呢 它是有当月的 所以现在给大家列了这么一个表 有当月的主要就是这个第一项啊 那就是原有的房产用于了生产经营 那等于是我们原有房产是免税的 不用于生产经营 现在把它用于生产经营了 这个时候是从用于生产经营的当月起啊 比如说把它啊用于这个出租了啊 或者说把它用于自营了 一定是当月起 而其他的呢 全都是一样的啊 这都是从知次月 什么的知次月 注意它的起点啊 那就是自行建造新的啊 那就是建成知次月 委托施工单位建设的办手续之次月啊 那要是买的新的 那就是这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 买的旧的 那就是从这个房产的管理部门啊 这些叫登记机关是吧 签发房屋全属证书之次月啊 那要是出租出借的呢 是出租出借之次月 交付之次月 实际上它就是啊 咱们三月份要是签了合同交付了 一般来讲呢 我们是四月份开始啊 收租金啊 所以说白了就是收租金那个月啊 是之次月 好 那要是开发商出租出借啊 那我们就是使用交付之次月 所以他们都是共同的特点啊 都是指次月 但是最后一个呢是当月啊 那它跟城镇土地使用税似的 不是说要交 从当月算起 而是说从当月算起 它不交了 因为这个房产啊 它的权力状态发生了变化了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房屋产权了 不需要再交房产税了 那这个时候呢 是算到这个当月为止啊 好 那关于房产税 它的征收管理 纳税地点好说 肯定是在不动产的所在地 如果一个纳税人有多处的不动产 那你就分别向不动产的坐落地 受机关来缴纳啊 那由于呢 它是属于我们现在十个啊 叫做合并是吧 来申报的 所以它也要填写的是财产和行为啊 纳税申报表 好 那关于房产税 它的有关征收管理的问题 虽然不是考试中的特别常用的啊 或者说高频的考点 但是它也是有命题的 好 现在我们给大家来列举一个啊 关于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考点 那说的就是哪些时间表述是正确的呢 你看A选项啊 纳税人出租房产交付使用的次月 所以这里关键是看支月还是支次月 有一个用的是支月的 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原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 原来不交房产 现在用于生产经营了当月 那就应该是从生产经营的啊 当月起要交房产税啊 所以这样的表述呢 那它应该是正确的 是吧 那如果说 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 从当月起是吧 支月起 那这就是错误的啊 刚才这个次月是对的 好 另外还提到了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自用 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 自用 交不交房产税 用 你要是出租出借交 自用也得交 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从房屋使用的次月啊 所以这也是支次月 这个说法呢 是正确的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出来了 好 这样呢 在呃 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儿 除了刚才文字性的 有的时候可能还跟计算的内容 结合在一起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举例了 这就不再举例了 好 那房产税 虽然呢 它的内容啊 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些内容呢 都是容易有考点的 而且这些内容都是具有普遍性的 因此房产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啊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它的纳税人 产权人 因为它是财产税嘛啊 也可能是承点人啊 贷款人 使用人 那它的税率是我们需要 必须记的啊 那就是从租1.2 从价12% 它的寄税依据是最最重要的 那如果说是从价计征 这个余值怎么算啊 它要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 一般的就是原值乘以1减百分之多少的啊 这种余值扣出比例啊 所以在特殊情况里投资的融资租赁的 地下建筑物的都要考虑到它的具体规定 优惠政策选择题16项了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区分支月和支次月 好房产税我们就学习到这里